發展過程當中 他一定要盡量的去虛擬 不管人也好 不管財也好 什麼東西都要虛擬 你沒有虛擬到相當的分量 你是做不了什麼事的 你看我們現在大家一想到做事情 一想到資金要到位 這誰都知道 我有錢 你有多少錢 我一百萬 一百萬能做什麼 什麼都不能做 我有錢 我有兩個億 兩個億 也只能做這樣 所以為什麼又有錢的人他負債又多 所以今天我們說這個人真的有辦法做什麼 就是他沒有錢 但是他能夠向銀行貸最多的錢 銀行就會找那些可靠的人 來借點錢 你看奇怪不奇怪 我們要去借錢 他運動問題最後搖頭 不借給你 人家根本不想借錢 一天都要派人去跟他喝酒啊 跟他聊天啊 你多借一點嗎 要不要 那就是什麼天使在他身上 不在你身上 一個人 大序就是要自己培養自己 培養到有一天 銀行派人來跟你商量 跟他多借一點錢 那就叫大序 你要很剛健 那你就知道 最起碼你的身體還可以 你的人脈還可以 你各種資源還不錯 然後你要有一股正氣 就表示錢給你 你不會兜到你身上去 也不會跑掉 也不會倒掉 也不會說 那你要關去關好了 那這種人 雖然把錢帶給你 就表示你的品德要夠 你的信用要夠 所以現在慢慢大家就知道了 一個人管是儲蓄一些財物 其實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要儲蓄的就是你的信任度 你讓人家感覺到說 跟這個人打架到不會吃虧 然後你就可藏可酒 因此真正懂得大序化的人 你就知道他在告訴我們 我們一生一世最值得努力的 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得高望重的人 我們現在是可以看到很多得高望重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羨慕他說 哎呀你真有辦法啊 這銀行還要巴結你啊 你真有辦法啊 你向政府簽帝 政府是二話不說就給你了 當然 他本身長期的序集才叫大序集 和聲聲說 你遠足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